你觉得哪两支球队会掉极呢 我现在是看不准 因为虽然说南通和青岛西安排在最后两位 但是后面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 就现在的整个形势 你赢一场比赛 这个积分一下子就变化老大了 你看看上一轮比赛 三比二战胜了天津队 梅州客家层的一下子 从到处第二 一下子都排到第十三位 摆脱了降级区 而且还有两分的优势 真的是后面的比赛 这八轮比赛 如果你连续赢一场两场比赛 这个积分上就有很大的改观 但是总的来说 今年的中超确实保机这块乱战 现在是六支球队 你包括前面的几支球队 我觉得都不保险 这个河南队的第七名 也只领先十分 是吧 而这个第八名的天津基本虎 包括第九名的武汉三镇 理论上 他们都没有拿到安全的上岸分 是吧 还都需要至少有两场以上的这种胜利 才能够让自己这个文文当当的 这个安心 为下赛机去着想 但现在来看呢 就是后面的比赛 对于这些保机球队来说 轮轮都是关键战 因为只剩下八轮比赛了 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 这两轮比赛更是重要 后面这八轮 容不得有更多的散失 如此这种混乱的局势 也造就了 你看后面的这个几轮比赛 就一大特点 就轮轮都有保机大战 那可能轮轮都会出现 这个破防的球员 上轮比赛啊 南宋之云 真是打了103分钟的好球 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这个领先的优势 竟然被自白乌龙 一下葬送了 所以说罗音在赛后 跟球迷本来还能够 抑制住心中的这种郁闷 交流交流就破防了 觉得特别的窝囊 确实是 那个球啊 你放回一般人 我觉得可能提一百次 一千次一万次的 未必能够摆出那个乌龙 这球就进了 球队的努力呢 从三分变成了一分 那么还是被牢牢的 摁在了这个榜尾的位置上 所以对南同来说 后面的比赛 就越发的困难 在后面的八轮比赛当中 南同之云呢 这个四个主场 这个四个客场 但是呢 他这里面有很多比赛 真的不好打 你像他这个最关键的 就是下轮 这个八月十六号的那场比赛 他将在那个主场 对阵的是这个 谢岸 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就是 降级与否的 这样的一个生死PK了 非常的关键 除此之外呢 他还要面对长春 海牛 苍州 深圳 这些宝击队 那么还有有这个 争冠 甚至争亚冠席位的 你像申花 北京 你包括浙江的比赛 是最后一轮比赛的 可能那场比赛 我觉得对大局 都未必会有真正的影响 联赛啊 也许啊 真的打两三轮比赛 啪的一下子 整个局势一下子就明朗了 就像生花 一直飙着 保持不败的状态 在紧咬着海港 突然一场比赛输了 你看整个的局势 一下子就彻底变了 再后面 如果再有一场得比战 拿不下来 这个赛季的努力就结束了 是吧 而且后面的比赛 能不能够守住第二 都不好说呢 是吧 同样啊 我觉得目前阶段 这个排名倒数第二的青老泄案 这个似乎呢 我觉得最后阶段的赛程来看 是最为凶险的球队 因为他后面的比赛当中啊 有这个三个主场 五个各场 而且呢 要面对四个同样的保级对手 还要面对啊 你像成都 北京 山东 海港这样的 要争冠 争亚冠席位的球队 那哪个都不好提 所以说他 你看对南通的比赛 那就是至关重要 再个打深圳 打长春 这些比赛 可能到最后一轮 打这个武汉参阵的比赛 那时候已经变得是无关紧要了 那可能也就那场比赛分啊 能脱脱的拿到手 除此之外呢 你看啊 其他的球队也都一样 你包括苍州雄狮 梅州客家 长城亚太 包括青岛海牛 我觉得在后面赛程当中 那个都是啊 有很多的一些地方 值得我们看的 你看苍州雄狮 还有四个这个主场 四个客场 他主场啊 要打山东 要打梅州客家 要打南通之云 要打海港 而客场呢 要对的是河南 浙江 天津 和海牛 所以长州雄狮 在现在情况 十五轮不胜的情况下 要想保级 主场客场 同样面对这种保级的球队 那你真的是玩了命 不然的话 我觉得李肖鹏上来 现在李肖鹏和这个赵俊哲 搭档的挺好 但是球队呢 整个战术方面来看 没有更多的改观 你包括人员的调配 战术的安排当中 我觉得很难有起色 是不是需要重金之下 才能出现这种 异常勇猛的藏州雄狮呢 睡师醒不醒 看看怎么刺激 是不是 梅州客家呢 我觉得后面的比赛呢 也是极其的凶险 梅州啊 从这个米兰回来之后 目标呢 就是要在保级当中 打好主场战 上一场在主场 打下这个天津金门虎 让保级形势呢 一下变得好一些 但是他后面的赛程啊 只有三个主场 还有五个客场 而且这三个主场呢 分别对着的是 长春 北京 和武汉 那 而这个客场比赛 基本让他 我觉得非常的绝望 对海港 对北京 对成都 对山东 你都不好打 可能也就是客场对苍州 我觉得可以呲隆呲隆 但苍州呢 还想在梅州身上拿分呢 梅州客家的客场比赛呢 确实表现的 没有那么在主场更坚决 进攻当中也是一样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梅州的后面比赛 真的也不容小缺 同样呢 长春 我觉得相对来说 可能保级上面 我觉得压力 能够比他们小一些 毕竟后面啊 长春有五个主场 只有三个客场 而且呢 长春的主场啊 分别要面对的是 武汉 南通 海港 县岸和浙江 而他客场啊 要对的是梅州 北京和河南 现在的 按照这个 谢辉的战术打法 他面对就是 比他强的球队 他也是要攻出去打 我觉得这点来说 不是特别的一个可取 即使我觉得 你打好防守反击 在强队身上 可能也会拿到一分 这一分 对保级来说不重要吗 难道谢辉认为 球队保级轻松松 打好主场比赛就OK 你主场打武汉 打南通 打海港 打西海岸 打浙江 你认为 说的都妥妥的吗 起码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大打攻势足球的 这个 这个长春亚太 那个是 这个谢辉的一种 理想状态 但是呢 球队在这个 大局进攻的同时 你总被人家去偷找了 甚至是 总是最后时刻 被人家绝杀了 这个我觉得 是个大问题 所以现在呢 球队呢 更应该务实一些 长春保级上面 只要谢辉更务实 我觉得他会早早上岸 另外呢 海牛队 我觉得目前来看 气氛上面 稍微那个 还比较的轻松 这也是得益于 球队最近一段时间啊 这个攻击线上 确实是这个打开了 进攻呢 比较的决绝 就面对中游 或中游偏上的球队 也敢大打这个进攻 在反击当中 确实萨里奇和伯阿奇耶 这个点呢 打得很活 而且呢 这个康瓦现在在前场 这种拉扯啊 这个进攻当中 给予的帮助也很大 球队现在稳固防守的同时 在前场啊 就是抓板击机机会 海牛目前来看呢 后面的比赛 也是五个主场 三个客场 你看他这个 首先一点 他在主场面对的 河南 深圳 武汉 申花 和苍州 客场比赛呢 打的是南通 北京和天津 所以说海牛啊 去年就是 打好自己的主场比赛 这个把分拿下来了 球队呢 就顺利保机了 去年我记得他客场 只拿到了三个积分 今年呢 客场战绩最差的球队 应该是浙江队了 十个客场到目前为止 八辅 浙江今年确实是 要么赢啊 要么就输 只有一场平局 这一遇啊 我觉得浙江今年的 整个战术打法 有一定关系 第二个呢 在很多比赛 其实能咬得住的情况下 也是最后时刻呢 这个让人家可以 这个翻了盘 所以浙江队今年 这个 就是稳定在这个 中游的水平了 球队呢也是内忧外患 现在这个骨改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对球队确实影响比较大 相比来说呢 我觉得浙江队的客场比赛 倒是很多保际球队 可以好好琢磨的 因为浙江呢 现在的目标是 在黄龙体育场的 竹上比赛 打的还是非常坚决 而且呢 他面对中游偏下的球队 其实在自信上面 更足一些 球队在攻防当中 也更敢压上 那么 你像上场比赛 打这个海牛就是 海牛就利用他 压上的这种同时 去打他的反击 只有可惜啊 这个自己的这个防线当中 确实让对方 专的空子更多 上场比赛浙江 全场比赛 四十五角射门的 这个战术转发率呢 稍微有点低 但是也借了四个 就比你多进一球 我就能赢下比赛 是吧 现在来看呢 整个这个中超啊 这个保级的形势 真的是越发的混沌 那么正是因为 保级形势啊 错综复杂 我觉得任何一个球队呢 在最后的这段时间 都需要冷静一下 就比赛可能不比较好看 但为了活下去 这个战术策略当中 更务实 这个比赛当中 应该更谨慎 就是像海牛这样的 玩命往前攻的还是少 长春呢 可能也是善于攻 但是呢 你要考虑到啊 这段时间 多数球队就出现了 核心球员 让受伤 甚至是黄牌停赛的情况下 对于比赛影响就比较大 后面比赛 在哪个球员 一旦出现了这种重伤 可能球队一向的 我觉得就更被动了 南通之云就是个典型例子 那在上上轮 面对山东比赛当中 这个普斯林的受伤 那么骨折 可能一下子就要 至少修 这个两个月的时间 等他复出 可能就联赛最后的两三轮了 也许整个赛季都打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南通我觉得就会非常的被动 中场的这种组织核心 不能打比赛 球队呢 需要重新的磨合组织 这个呢 也给其他的这个球队呢 敲响了警钟 所以在目前来看呢 这个资金运营当中 都紧紧巴巴的这些球队 你不管南通也好 西海岸也好 苍州 梅州和长春海牛 你去这些球队 其实没有一个球队啊 就是在资金上面 能够非常措复的 所以最后阶段 你也别指望着啊 球队排出啊 这个高额的这种赢水奖金 来刺激大家 更多的我觉得 还是球队啊 和球员达成共识 就是为生存而战 没有了这个球队 对于很多球员来说 你可能再找球队 也未必啊 能找一个更好的 整个中超现在的环境当中 你包括浙江 你包括天津 甚至说 你山东队 现在都面临这种情况 北京队也是这样 很多球队欠心 甚至说欠几个月能发 都已经是比较好的了 整个中超的局势呢 还需要慢慢的稳定下来 不是二条的球队啊 没几个 除了上海双雄 我觉得成都呢 也不也不是说 那个大把的撒钱 那种状态 是不是 能够全赛季投资 超过四五个亿的 五个亿六个亿的投资的 可能也就是上海两个球队了 那么在投资有限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保级这些球队 需要做的 我觉得就是众之成成 大家为生存而战 可能后面的比赛呢 这些保级战当中 就会有球队啊 谁先达成攻识 谁先会后面的地方脱颖而出 早一点上岸 你对目前的这种形势怎么看 你觉得还有哪只球队 可能比青老西安更为凶险 哪只球队会早早先上岸呢 是不是只有这六七支球队 现在有生存之忧呢 大家可以块聊一聊啊 那个我们创作预言 谢谢大家